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巴赫姆特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巴赫姆特方向,咱们先来看巴赫姆特的西北部地区外围战斗 外围战斗,巴赫姆特方向的主要战斗集中在奥利霍沃 马基里夫卡这个方向,在西北部 这个方向的战斗,俄乌双方沿M03高松路进行争夺 战斗十分激烈 这条公路是通往斯拉比扬斯克的主要道路,M03公路 所以现在的瓦格纳工兵和乌军增援的部队都在这个方向挣夺 阵地的几度一手,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的画面 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俄军的BTR步兵战车 所以在奥利霍沃方向,双方的战斗非常激烈 主要在这个方向,看到了这个地图显示 奥利霍沃,瓦西里夫卡 双方的几度一手,主要还是来争夺M03公路的控制权 那么巴赫姆特室内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巴赫姆特室内的,俄军现在已经控制了巴赫姆特室内的无轨电车站,以及电厂 还有马基夫卡的金属厂,金属制造厂 在这个位置,大家看这个厂房已经非常清晰了 被俄军控制了 大概位置就是白色区域 这个战斗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这个方向 那俄军也公开了这个金属厂啊 还有无轨电车厂 被俄军控制以后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另外呢,在巴赫姆特的这个混凝土厂啊 瓦格纳公兵呢,还俘虏了8名乌军 俄罗斯记者呢,也在现场进行了采访 那现在在整个的巴赫姆特的金属加工区啊 这个方向呢,实际上已被俄军完全控制了啊 呃,瓦格纳呢,现在在巴赫姆特的室内的战斗呢 现在呢,主要集中在这个火车站啊 市中心这个位置 瓦格纳公兵呢,突击小组啊 瓦格纳突击小组已经进入到 巴赫姆特的火车站附近在这儿 但是这个区域呢,并没有被瓦格纳啊 完全控制啊 乌军呢,随时会在这个方向发动反击 所以双方的这个阵地呢,也在几度一手 瓦格纳公兵呢,先是沿铁路啊 沿铁路方向 从南部啊,从南部的这个米格17啊 米格17这个雕像这个方向向北部推进 另外呢,马里布尔大街在这儿 也向北逐渐的推进 米格17雕像呢,呃,也发生过几次战斗啊 另外呢,在体育场附近 在体育场附近几个街区 现在也发生这个激烈的战斗 那现在在巴赫姆特周边地区啊 实际上乌军的主要是要包围俄军在巴赫姆特 瓦格纳公兵呢 在巴赫姆特室内的情况呢 巴赫姆特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米格17这个方向啊 米格17这个纪念碑 这个方向发生了战斗 现在呢,瓦格纳呢 主要还是沿这个 马里布尔大街 看到了在这位置 马里布尔大街向北推进 在这个体育场啊 这个斯大迅体育场附近 双方发生激烈战斗 这是大概的一个现场的态势图 另外呢,一部分瓦格纳公兵呢 推进到第五中学了 第五中学 这个第五中学很重要啊 第五中学 它是沿巴赫姆特河 靠近巴赫姆特 如果控制第五中学 那么向北的话 和瓦格纳公兵在 金属加工厂这个区域 就可以汇合 那么就沿巴赫姆特河 整体 包围了 市中心 看到了吧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前行公式 所以这个第五中学非常重要 瓦格纳的突击小组呢 现在已经抵达了这个火车站 就巴赫姆特火车站 在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火车站呢 因为是突击小组啊 它并没有建立和后方的联系 所以呢 现在战斗还在持续 非常激烈啊 现场这个战斗非常激烈 那这是巴赫姆特室内的一个情况 瓦格纳公兵呢 他现在在整个巴赫姆特区域啊 逐渐的收紧这个包围圈 乌军现在在整个巴赫姆特呢 实际上还有补给 所以乌军呢 也在向巴赫姆特不断的增并 大家可以看 这是现场的一些 作战的一些画面 那今天呢 瓦格纳公兵的领导人 普利格金呢 今天呢 也向媒体证实 瓦格纳公兵呢 获得了俄罗斯国防部的支持 普利格金呢 在媒体表示啊 我们特意需要 俄国防部的支持啊 需要保保护 那普利格金证实 少爷谷呢 已经收到了他的公开信 俄国防部已经接管了 瓦格纳侧议的安全 也就是说 在整个巴赫姆特战场啊 瓦格纳的侧议啊 就是巴赫姆特 从军事坦德罗夫卡 库尔九米夫卡 杰尔任斯克这一线 还有北部 苏达尔 塞浦尔斯克这一线 他的侧议啊 也就是克里米纳 至样比尔这一线 由俄国防部负责啊 这不是瓦格纳公兵负责 那么现在俄罗斯国防部啊 他的情报显示呢 乌军现在在巴赫姆特北部地区 塞浦尔斯克方向也在增兵 在塞浦尔斯克呢 乌军增兵的是第81 81旅 增援部队抵达了塞浦尔斯克北部地区 而且乌军的增援部队呢 和俄军还发生了交火啊 这个乌军呢 在塞浦尔斯克啊 这个顿尼茨河方面啊 顿尼茨河方面啊 你可以看乌军呢 这个渡口啊 渡口遭俄军打击 那第81旅呢 在塞浦尔斯克方向增兵啊 说明未来呢 乌军很有可能会发动对巴亨特侧翼 塞浦尔侧翼这个进攻 所以呢 现在瓦格纳的普里格金 要求烧伊古保护他的侧翼 那么烧伊古现在已经下令啊 对巴亨特啊 对瓦格纳的侧翼 形成一个新的保护 那俄罗斯的总参部 现在判断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啊 正计划对巴亨特发动新轮的攻势 时间很有可能是在下周 为了拉长战线 并牵制俄司武装部队呢 除了对巴亨特发动总攻以外呢 在其他地点呢 还进行洋攻 洋攻的方向呢 包括北部的塞浦尔斯克 还有南部地区 杰尔任斯克 以及斯拉布扬斯克正面 斯拉布扬斯克正面 也就是明科普卡这个方向 那都会进行这个洋攻 那主攻方向实际上是巴亨特 要牵制俄军 还有瓦格纳攻兵 在这几个方向要牵制 那下周呢 这个大规模的战斗很有可能会开始啊 乌军的已经准备完毕 乌军现在在巴亨特方向呢 还集中了多管火箭炮 这个多管火箭炮呢 是巴基斯坦援助乌克兰的 大家看啊 这是巴基斯坦的火箭炮 122毫米的冰雹火箭炮 现在已经抵达了巴亨特战场 所以乌军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装备啊 弹药准备非常充足 那这场大战的在即 沙耶谷呢 现在已经下令在巴亨特的俄军啊 一定要保护瓦格纳的侧翼 所以现在很有可能的巴亨特啊 会成为俄乌战场一个新的焦点 也会成为 顿巴斯战役的一个转折 我之前说过啊 瓦格纳就是要等乌军的主力过来 所以现在呢 实际上乌克兰方面呢 有不同的意见 希望乌克兰不要在巴亨特进攻 掉进俄罗斯的陷阱 但是现在看呢 实际上基辅方面啊 已经下定决心 要在巴亨特反攻 我看了一些英国泰伍士报 英国泰伍士报今天呢 表示啊 在巴亨特战斗中啊 乌军的每天损失是100人到200人 乌军损失惨重 那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有两个选择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巴亨特 另外呢 是撤退到斯拉维扬斯克 撤退到斯拉维扬斯克 因为斯拉维扬斯克呢 已经有建好的防御攻势 撤退到斯拉维扬斯克 这条防线 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现在乌军的准备 进攻巴亨特 也说放弃了现有的防线 进攻巴亨特 将自己的有生力量 消耗在巴亨特 这个已经失去作用的 这个支点 巴亨特 实际上就造成了 乌军是进攻巴亨特 而俄军呢 在这方向进行防守 而且会大量的消耗乌军 在这方有生力量 所以现在实际上连英国方面 其实看得也很清楚 那这场战斗呢 很有可能会改变整个俄战场局势 那巴亨特方向呢 还有个最新的消息 美国星链卫星 这个马斯克呢 他已经下令啊 星链卫星公司 斯大林克卫星 他的终端呢 将不对时速超过 100公里每小时的物体 提供无线通信服 主要针对是无人机 时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的 实际上就是无人机啊 所以呢 无人机搭载星链卫星 已经被禁止了 马斯克亲自下令了 那么现在看来呢 俄罗斯未来呢 很有可能 对乌克兰的这个卫星 包括搭载星链卫星的 这个终端系统啊 星链卫星的终端系统 进行打击 所以马斯克马上禁止了 超过100公里每小时 物体获得星链卫星 通讯终端服务的 这个功能关闭了已经 马斯克反应还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他现在呢 也不希望介入到俄乌战争 最后成为俄罗斯打击的目标 这是今天的巴赫木特战场呢 最新的一个情况 从整体情况来看呢 乌军呢 已经准备好了大功能的进攻巴赫木特 而俄军现在也张开了血盆大口 正在等待乌军的到来 那这场大战啊 下周就会开始 我也会持续关注 后续呢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